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画的一个雕 这雕背景比较画的丰富一些 这是一张 这个是画的一个枯树上的狂鹰 一种鹰叫狂 这是一个老树 一个狂 这个狂的身上加了一些颜色 这个完全是墨鹰 这个墨的 你看图章可以看出来有一点颜色 其他全都是墨色 完全用墨画的 画的层次比较丰富一些 这个也是一个墨鹰 这是一个站着的鹰 一个飞的鹰 可以看出鹰的翅膀是一二三四五六 长的是六个长的 这个是在撒金纸上面画的 撒金纸为了这个纸有一个颜色 然后用白的来画 中国古代它把皇帝或者是有钱的官僚 他们都喜欢养白鹰 白鹰是苍鹰的一种 一种变白化品种 还有一个就是北极的一种白笋 也是白的 白的品种少 所以显得很珍贵 我这个是用白粉画的 白鹰是白粉画的 白粉有时候为了画面上有些变化 这个翅膀的初级飞鱼尖有黑的 尾巴也有黑的 小鱼尾也有黑的 这样使得画面上有些变化 这一张是画完以后 后边染的颜色 染的一个黄的做旧的颜色 这个颜色 升旋纸上 要想把后边染匀 在颜色里头调一点胶水 胶水就是要 古胶或者是广明胶 有那个胶 不是咱们一般的化学胶水 调一点胶水 在染的时候就容易染匀了 这个画完以后 就身上这个羽毛上 又点了一点黑点 这个就是让它层次更丰富一点